灭霸虽然看起来没有任何超能力 他的实力只有通过 和超级英雄对战的时候才能显现 绿巨人再强也被灭霸打出了心理阴影 钢铁侠再强他也不能对灭霸造成真伤 雷神再牛也没能阻止灭霸打响指 灭霸是出生在泰坦星的永恒一族 他的实力极其强悍 同时他也具备了无法超越的力量 持久力恢复能力和敏捷能力 并且他的皮肤坚不可摧 对冷热电 不受毒衰老和疾病都有着极强的防御 后来他被爱慕的死亡女神诅咒成了永生 在漫威宇宙不死不灭 同时灭霸还是一位很有眼光的战略家 拥有远远超越地球的科技知识 乘坐一个装有进攻性武器的浮空王座 就能穿梭在漫威宇宙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原本拥有发达的科技 和充满希望的泰坦星 由于人口的增加 导致了对稀缺资源的过度开采 最终泰坦星走向了灭亡 泰坦遗族的佼佼者 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园走向了深渊 那就是覆灭宇宙的半数生灵 来达到他心中宇宙的生态平衡 所以他开始费尽心机地寻找 六颗无限宝石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复联三中 灭霸为了收集无限宝石 再探探星上与钢铁侠 奇异博士和银河护卫队相遇 钢铁侠凭借最新的纳米战甲 整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在灭霸的脸上 划了一小道伤口 由此可见 灭霸的皮肤对 物理攻击的免疫程度有多高 如此强大的灭霸 根本不需要依靠无限宝石的力量 它就可以轻松地 化解大部分的攻击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理论家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